歡迎我們的鄭運鵬市長 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鄭運鵬 到東蘇區站台 對選情很有信心 這個月初網紅蔡阿嘎才預測 在桃園 鄭運鵬會當選 好不好 可能輸贏10萬票以內 喔 了解 10萬票以內 我這邊跟你說是善政哥跟你抱歉 你可能輸10萬以內 對 欸 我剛剛 還是輸 藍綠拉鋸越來越近 綠營又落後到五五波 鄭運鵬主打正機牌 要延續鄭文燦 兩任八年好成績 不只要逆轉 還要擴大領先 最近從各種的民調 包含網路上面的測量 我們的不只是支持度 穩定的開始領先 只要拍差距 看好度表示的是氣勢 看好度我們也領先了 所以這表示我們這 一個多月來快兩個月 我們的選舉方式獲得認同 至於藍營方面都是老班底 張善政8號晚間 南區競選總部在中立成立 包括前總統馬英九 桃園縣長吳智陽 黨主席朱立倫 都會到場立體 桃園多間的國民運動中心 出現了嚴重的公安的問題 不管是漏水也好 或是強力軍列也好 這些都是會影響到 我們桃園市民的權益 可是鄭運鵬 基本上都是在幫鄭文燦護航 幾乎都沒有替桃園市民發聲 那我相信桃園市民會用認同鄭文燦市長 就票投鄭運鵬的這樣的一個選擇 讓我來這個擔任下一屆的市長 所以我相信我如果獨立過半 那也不怕三個打一個 鄭運鵬沒在怕 更喊出一個打三個 獨立過半 桃園選情緊繃 藍綠誰輸誰贏 每到開票那天 似乎都是未知數 今天我楊仲強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